停车滑手机 结果新竹县警方就如同黑衣人一样 突然包围敲车窗 就像是流氓要压人 他没有犯罪 但连累到长官方仰宁的仕途 他感到十分羞愧 而新竹县警方也澄清了 说当天是有穿警察字样的防弹背心 也有表明身份 但是专武能不到一秒钟时间 就开车冲正 如果是黑衣人 怎么会对空鸣枪 还有对轮胎开枪 台湾市警察局长方样宁 一连两天从小门低调离开 都是因为核心幕僚 前秘书室主任庄武能 慌外勤又涉嫌恐吓 被新竹警方连开酒枪 庄武能透过电话痛哭辩驳 还好吧 还好吧 我今天没有犯罪 我怎么可能去返害国路 我车停在那边 我连动都没有动 我在滑手机 庄武能哭着说 车没动滑手机突然被黑衣人包围 这个黑衣人 你棍子打你的车窗 像黑道要压着你一样 你不会怕吗 没有一个人很紧张 最后还下车想喊干 想说我放在公屋 我很委屈 质疑新竹县警方办案有瑕疵 事后也接到局长方阳宁电话 我打电话跟他说 我快去讲个话了 他说不要再讲那些了 他说你有没有请律师 我听得跟奶过 我如果因为这事 影响到他的前途 被说是黑衣人包围砸车 新竹县警方强力反驳 最后庄武能因为冲撞警车拘捕 不正常男女交往关系 恐吓取材行为分担 被两大过面值 范耀宁拔关还是留任 每天都是新闻焦点 接着赖关张和目前网书红 台南新竹报道 范耀宁拔关系 老公